台湾本身就是个岛屿 我们的岛屿上面是地形变化得非常的快 你不会想到原来在这个平面里面 从海走了一百多公里 就是一个四千公尺高的一个高山 再走五十公里又是个海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地形的起伏 你在一般的平面地图上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 那现在有3D的方式 所以空间资讯我们可以把整个立体空间的概念 能够完整的在一个虚跟实的环境里面一起来呈现 那这个就是立体的地理资讯系统的空间资讯 在过去的时候你很难去想象这些事 那现在各个部会甚至地方政府有很完整的一些资料 可是每个单位一定是见他自己本身所责任负责的资料 比如说在台湾山坡地有很多资料是水族保持局 林班地的资料是林务局 这些重要河川是水利署 那在地方的排水 甚至区域的一些排水是地方政府 这些单位现在如果他所建的所有东西 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个云端的平台上面 也就是说我水保局 我其实看得到你水利署所建的所有的资料 我看得到你林务局的资料 所以我会晓得上游是什么样 中游是什么样 下游是什么样 甚至出海是什么样 那我在做任何一个规划 任何一个整治的时候 我就有比较大的范围的一个好的Vision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单位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单位就要能够维护它的电脑的频宽 然后它的硬体 然后它的软体 甚至它所建的一个平台 都可以让其他单位来共用 那大家就可以在这一个平台上面去共享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目前空间秩序系统 一直想走的路子 那在过去各个部会自己做的时候 你比较不容易做到整合这件事 那现在透过国网 国网本身是最好的硬体 最好的平台 最好的软体 最好的频宽 最好的服务 那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把慢慢 国内所有政府单位所建的这些资料 都放在这样的平台里面 那甚至还包含了民间所建的资料 学术单位所建的资料 研发单位所建的资料 全部都一起上去了 那未来这整个的一个整合面就会越来越强 那我想国网中心这个时候就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早年的时候像我带我的研究生 那我说来你把这一张卫星影像读进来 然后来做一些这个分类的判试 在过去我一个研究生 可能要花几天才做得到 因为光把一个影像读进来 那里面就是上一笔的资料 那影像读进来之后要加模式再进来 开始做运算 那又是很长的时间 我现在我可以透过像国网中心现在发展 叫做立方体的概念 就是所有的资料已经不再是平面 不再是单一的了 它还有不同时间段的了 那我在所有的不同时间段里面的卫星影像 我可以同一个时间全部读进来 所以我过去做稻米田的判试 我可能过去它的精确度 我要从80%提到85% 我可能要花几年我才能做得出来 我现在可能几个小时 我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尝试 其实我是预期 国网中心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 因为现在它肩负着一些国家的任务 国家的责任 所以把工部门的慢慢的一些资讯做一些整合 但是它也逐步朝向要对民间产业学研也能够有 所以如果产业一些资讯也能够慢慢的上来的时候 其他的资料越来越完整 但这时候它里面就要有好的掌控 那把它做好好的掌控好的管理 实际上这以后就是一个几乎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这个岛屿里面最好的一个云端的平台了 我觉得国网中心现在在做的就是整合 就是协力合作就是沟通就是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